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声量高涨 被视为是2028角逐总统大位的热门人选之一 近期呢 他会见世华妇女协会的副总会长的时候 对方邀请他到美国看看 那到底会不会访美呢 卢市长低调的说 在任期之内会积极的进行城市外交 跟侯市长就跟兄弟姐妹一样 那他是兄长我是妹妹 以兄妹护称展现两人好交情 卢市长侯市长齐聚新北 不过兄妹俩都被拱选主席 两人又无结盟可能 共同冲击党魁大位 侯卢怒态度都低调 打卡上班时市政优先 上班时间还不会回答选务党务政治 不到最后摊牌阶段战先不表态 声势如日中天的卢市长 近期声量被民调肯定 只输给高雄市长全其脉 被视为2028蓝营竞选总统最强战将 而他近期更见了在美国拥有 丰沛人脉的他 与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副总会长陈丽华交换礼物合影 对方跟热情邀请卢市长 帅团访美到加州LA看看 市长有意愿吗 任期之内呢 也会对于我们城市的外交 会开始进行进行 如果有确定的消息会跟大家报告 访美行为每位总统候选人的闭口题 更是证明自己能够妥善处理 台美关系的好机会 卢市长面对未来布局 步步为营 无论以后是否角逐党魁 又或者是防美布局 统统谨慎处理 保留战术空间 谢谢商文章人节 新北市采访报道